欢迎你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在台中丰园有一家蛋黄肉包都已经热卖60年了 这满满的馅料配上了鸭蛋黄 好多顾客一次可以吃上三颗 现在第二代跟第三代全部都在老店工作 一天至少要做出上千个这样的肉包 而说起第三代生力军 有建筑师 有钢琴老师等等 为了要延续这个家传的美味 大家通通回家帮忙 老板说这包子好吃的秘诀就是材料新鲜 而此外每一个繁琐的步骤也不能够马虎 如此一来古早味才不会走味 发开Q弹的包子皮 满满的馅料 加上一颗黄橙橙的鸭蛋黄 古早味的绝配组合 60年来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 今天要做几个包子 做几个包子 做几个包子 只有一千多一千多 大约一千多 一千多一千多 一千多一千多一千多 明天就来了 所以就在后面先见 生意好不好 包子店第二代老板老板娘 笑咪咪的嘴角已经给了答案 肉包好吃的秘诀是什么 猪笋跟猪肉 还有油葱丝 这个鸡盆的三样 三样就可以这么好吃了 对啊 吃一点用黑猪肉 那个肉比较香比较Q 新鲜的材料 包进加入老面的面皮 18折 10秒钟 一个包子 包板娘动作飞快 老板在厨房也没闲着 一笼接着一笼蒸 对 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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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皮肤比较漂亮啊 六十多岁了 你看 肉包送进蒸笼之前 得先在柜子里睡个好觉 所以说一定要简单 你不简单的话 那蒸起来就算硬的 觉得这么Q 不能简太久 简太久还是会印一样 刚刚刚就做的 为了做出扎实弹牙的包子皮 饧面的程序其实有好几道 有的还需要盖棉被 它饧得比较快啊 盖棉被 对对 纯聊天 纯聊天 对对 古早味要不走味 许多繁繁琐索的步骤都不能省 一天要做出上千个包子 光靠夫妻俩显然是不够的 还好家里人兵还算兴旺 围在老板娘身边的两男两女 就是她的儿子媳妇 我们这里是一间公司 小公司也差不多这样 六个人 对 没有员工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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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住里 原料不住 原料不住都没有 没有员工旅游 没有 平衡奖金 没有 我们公司很硬 对对对 景气不太好 一家六口围成一个圆 十二只手有节奏的起起落落 念建筑系的哥哥蔡迪正 原本梦想盖房子 你念建筑系还没想要盖房子 有想啊 慢慢叫房子要盖 对啊 我要盖房子 房子要盖房子 那你有挣扎吗 有啊 当然是挣扎 所以你的朋友都会盖房子 对啊 在空军服役的弟弟蔡明居 知道家里需要人手 跟着加入捏包子的行列 你想说说要是什么 就是肉包 我们家一口子 一家五口都是肉包 是肉包 对 打电话来说要找肉包 就不知道要找谁这样 兄弟俩不但自己回家帮忙 就连娇弟弟老婆也带来了 你们三个嫁进来之前 都知道以后要包包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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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还在工作 在正经公司 在正经公司 对啊 那那个 就在打电脑 打电脑 打电脑 那老板娘以前是做女装 对啊 啊 最小的 钢琴的老师 钢琴老师 钢琴老师 那现在还在教钢琴吗 没有啦 现在包包子啊 开始不要不思议 反正是吹冷气 现在这里好热 做得跟想得不太一样 然后 只能说爱情力量大 那样 为了延续家传的好味道 于是建筑师 空军 金融业和钢琴老师 组成的第三代 让老店充满笑声和活力 交不好就修理啊 真的 很简单啊 十几年都没有上价十五块啊 对啊 这个钱越赚越少啊 怎么办 赚工程就好了 我们六个人的工程过了就好 谢谢你 讲到自家的包子 六好味美价格实在 蔡老板乐得 她说早在六十年前 只有首推车的年代 蔡家的包子就开始在台中飘香 每次每次提了 哇 三个没问题 很老挑衅啊 讚 他们的馅很好吃啊 就是 比较 比较油顿 比较够 然后 就是 反正你咬下去 就是不一样 从三轮车到开店面 蔡士兵让家传肉包扬眉吐气 第三代又在他的调教之下 手艺日益精进 兄弟俩分工愉快 合作无间 看来这个用传统牛皮纸包着的 蛋黄肉包 至少还可以再热卖一夹子